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 可能会有稍微那么一点点的生成 但是呢 当然了不是为了把大家的情绪给拉下来 而是希望每一位不开心的你们 或者是情绪不好的你们 可以从这么一个案例当中 慢慢的也能调节好自己的情绪 走出来 题目有点长啊 他自杀后朋友靠聊天记录拼凑生前的24个小时 成年人的崩溃 从笑着说我没事开始 今天想和你聊聊微笑抑郁 我在他乡挺好的这个电视剧播出两日之后 悄然登顶猫眼电视剧热度榜榜首 豆瓣平分8.3分 但与剧名不同 剧中的闺蜜四人团 其实每个人都不太好 一个被男朋友忽悠 一个被同事构陷 一个身患宫颈癌 最后一个是金进饰演的胡晶晶 生日当天 跳桥自杀了 所有人都想不明白 胡晶晶 大家眼里的开心果 一个连手机壳都是向日葵的女孩 为什么会自杀 所有人都不愿意相信 早晨还在和闺蜜嘻嘻哈哈的小姑娘 晚上就躺在了冰冷的太平间 她来过 又走了 如此突然 突然的就像 她只是矿班出去旅游了 01 究竟什么原因会让一个人生日当天自杀呢 胡晶晶死亡的导火索是一个手机 她穿过天桥 准备参加自己的生日宴时接了个电话 电话挂断 她准备放下手机 可手一滑 手机掉下了天桥 她愣了一下 突然一脚跨过栏杆 毅然决然地跳了下去 手机落地 她也落地了 瞬间 弹幕刷满了屏幕 成年人的崩溃 只在一瞬间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雪崩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花 是无辜的 人生不如一世 十之八九 但这十之八九都赶在一起 就变成了一座大山 胡晶晶 就是这么被这样的一座大山压死的 在所有人的眼里 胡晶晶一直是个乐观有趣的人 脸上永远挂着笑容 好像从来没有烦恼 早晨上班前 还在群里和闺蜜聊生日party的事 收到闺蜜们生日快乐的祝福 她用一种夸张的笑声回道 哈哈哈哈 收到了 开心又活跃 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可让人想不到的是 下一刻 她被公司辞退了 理由是 加班太少 在工作上 她一直勤勤恳恳 从不消极代工 可努力完成工作 按时下班 却成了辞退她的理由 她想和公司谈赔偿 却被要求主动辞职 如果她不同意 就没有离职证明 辞退便劝退 连赔偿金 都没有 这一刻的胡金金 显得如此弱小无助 红红的影间中 混杂着愤怒 委屈与痛苦 却一句话 都说不出口 突然的试验 让她措手不及 只能茫然失措地 坐在公园里发呆 此刻 她也希望找个人诉说吧 可她不想让朋友担心 只是一个人 默默承担着一切 可还没来得及消化自己的情绪 胡金金就接到闺蜜的电话 闺蜜被骗了半年房租后 黑中介跑路了 挂断电话的她 强打起精神 跑去帮忙 到了现场 看见气势汹汹的房东 正带着几个人 要把闺蜜的东西往外搬 闺蜜哭诉着 恳求能宽限几日 可房东坚持不退让 胡金金突然 像变成了女战士 拿出菜刀将众人震住 一场冲突 以警察道来结束 仗义勇敢的她 能够为朋友两肋插刀 可却忘了 此时的自己 也是身处困境 却不知该如何求助 帮闺蜜收拾好东西后 她独自一人提前去了生日会场 看着墙上金灿灿的 Happy Birthday 桌上的向日葵 她终于忍不住哭了 可眼泪还没流几滴 她就停住了 拿出包里的手机 打开了视频 然后使劲敲敲脑袋 抹掉眼泪 夸张地裂开嘴角 拍了一段没心没肺的视频 给闺蜜 我已经到了 已经毁了你们给我 准备好的惊喜了 二十六朵花 每一朵花 就像你们一样 美丽漂亮 就像我一样 美丽漂亮 纵然泪流满面 可她依旧不想影响朋友的心情 自己硬生生地把痛苦咽下 换上一副笑容 面对大家 接着 胡晶晶回家换好了衣服 化好了妆 准备参加晚上的生日宴会 可是坐地铁时 外套却被小男孩的冰淇淋弄脏了 她拼命想要擦掉这些污点 却怎么也擦不干净 只能崩溃地蹲在地上流泪 最后把外套扔进了垃圾桶 直到此刻 她还在努力对抗着 她想去参加生日宴会 她不想让别人担心 可是当她走过天桥时 那通电话 那个掉落的手机 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开头的时候也许还有人不明白 就是被辞退而已 至于结束生命吗 但看到此处 恍然大悟 她的生活 早已千疮百孔 自杀当天 她刚刚和男友分手 而最后一通电话 则是贷款公司的催债电话 表面上看起来开心快乐 可内心却饱受抑郁痛苦的折磨 胡晶晶的状态 正是微笑抑郁的典型表现 看起来乐观坚强 却只是用微笑来掩饰内心的悲伤 内心早已坠入深渊 但即便如此 当你询问她时 她只会熟练地笑着说 我没事 微笑抑郁是抑郁的一种表现形式 它拥有一般抑郁的内心表现 悲观 失望 兴趣减退 等等 但她不会对人表现出来 甚至能看起来比常人更乐观 这种隐蔽性让微笑抑郁很难被识别 甚至连自己都难以意识到 还记得去年 大连理工大学自杀的研究生吗 她聪颖细心热爱跳舞 是生活里的小火宝 甚至连遗书都写得幽默风趣 但看完她的遗书 朋友才知道她的困顿与挫败 导师喜欢长篇大论 实验设备没事就坏 临近毕业了 被告知 实验数据有问题 如果不能及时重做 只能言辟 她不是不努力 为了写文文 她提前一年做实验 为了感进度 她通宵熬夜泡在实验室 她把这一切归结为自己 太懒 太笨 太没用 希望自己消失 最让人唏嘘的是 她在遗书中最后的愿望 竟是下辈子想变成 某间猫咖里的一只猫 可能这就是当代年轻人 面临的现状 孤独与压力 工作紧迫 学业太重 一切都需要你马上搞定 对于自己的身体和情绪 反而不那么重视 当有时间关照自己了 却无人能听 无人可诉 明明有三两好友 打开微信 竟不知联系谁 明明父母尚在 可电话接通 却只会说 我很好 别担心 有人说 如果胡晶晶能够自私一点 勇敢一点 结局会不会有所不同 在被公司辞退后 能打个电话 和闺蜜 狠狠吐槽一番 在被男孩 弄脏衣服后 能狠狠教训她一番 在给闺蜜 发视频时 能痛哭地告诉她们 我好难过 我好伤心 她是不是 就不会走入绝境 可惜 这世界上 从来没有如果 面对压力 有苦难言 不说 不求助 一个人生扛 是大多数 微笑抑郁人的常态 03 悲伤可以被藏起 但却不会轻易消失 当我们强颜欢笑 故作坚强时 其实采用的是一种 表达意志的防御策略 即通过回避或压抑的方式 将出现的负面情绪压下去 隐藏真实的情绪与感受 研究者Gross指出 使用表达意志策略 以屏僻情绪的人 更容易遭受负面情绪的反噬 其实 每种情绪 都有其存在的意义 恐惧 是在提示 前方危险 悲伤 是在哀悼丧失 哭泣 是在告诉你 受伤了 表达真实的情绪 不仅可以让你得到宣泄 还可以帮助你获得社会支持 电影 丈夫得了抑郁症中 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的男人 依旧不敢停下脚步 他不敢请假休息 害怕耽误工作 甚至不敢睡午觉 觉得睡午觉太奢侈了 他害怕成为一个废人 但是当妻子知道他生病后 细心呵护他的情绪 坚定支持他辞职休息 直到他生病的同事 会贴心地替他推掉难缠的客户 当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担心被妻子嫌弃时 妻子却告诉他 你已经很棒了 得到理解的丈夫 在地铁上痛哭流涕 实际上 现在的社会对抑郁人群 已然有了很大的善意 就像在电影中 丈夫辞职后 妻子出去找工作 虽然过程很艰辛 他还是遇到了 同样患抑郁的老板 愿意为他提供一份工作 最终 在彼此的关心照顾中 丈夫的抑郁逐渐好转 妻子也找到自己想画的东西 成为一名职业漫画家 所以 不要惧怕吐入自己的脆弱 也不要害怕麻烦别人 大多数人并不像你想的那样冷漠 他们愿意成为另一个人的树洞 也不像你想的那样脆弱 他们愿意被你依靠 写在最后 如果你也是微笑抑郁的状态 不要将自己活成孤岛 即便人类的悲观并不相通 即便从来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也不需要一个人承担一切 毕竟 人类是群居动物 需要关心 也需要爱 这是刻在精英里改变不了的习惯 给自己一个机会 也给别人一个机会 让这个世界治愈你 你要相信 万物皆有裂痕 那便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如果你发现身边有微笑抑郁的朋友 请记得支持和共情 就是在帮他一点点的治愈 你不需要给予他什么帮助 哪怕只是陪在他身边 如果他愿意倾诉 我们就静静地倾听 如果他不说话 那就静静地坐着 那也是好的 好了 今天这篇文章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所有的重点其实都是在后面的那一部分 通过一个电视剧里面的桥段跟案例 可以带出生活中的某一些人群的一些现状 很有可能我们在拼命去工作 或者去生活的时候 会忽略掉自己的情绪 一直没有照顾到自己的不开心 难过 憋着憋着 其实这样子是不好的 反而是当我们发现了情绪 接受它 安抚它 这样子负面情绪呢 就会慢慢地 可以从我们的身体里面消失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